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然后午饭的时间是 哎 怎样把那个镜头调到 我是按那个camera 不是不是不是 不是这个是五秒 我看一下 我就中午这个是午饭时间 然后跟大家玩一下 然后回忽我就关了 就是然后有缘分的就来看一下 没缘分的就下次有缘分 哪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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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一个是 哪一个是转镜头 啊不用了啊 这个就是我们的五分了 这个是我们的 但是我我吃这个 就是有虾和白煮菜 因为昨天被导演吐槽 老老说我很胖 所以 然后你们吃饭了吗 你们吃饭了吗 这边吧 这样看得到 没了没了 看不到 不行 我年纪太大 看不清楚这 好吃 吃饺子 没头饭 头发 其实头发昨天晚上刚刚剪 因为头发 也hold不住了 希望 这两天的 三色事件 不要给大家造成太大的 精神上的一个阴霾 因为我们一定要相信 我们这国家 包括我们的社会 都是正能量的 永远是写不胜正的 大家一定要相信 相信会给大家一个 满意的 对吧 我也不是很会说话 但是我们该工作的 还是要工作 该生活的 要生活 要 该独处的 我在说这个东西的时候 就不要聊 苏三行的问题了 好吧 然后 该干什么 干什么 好好的干 然后把这些东西 交给 应该去处理 他的机构 和人 但当然我们自己 这个正义 还有善良的 这个立场 一定要坚定住 好吧 然后 跟大家说一下 关于西梦瑶的 这个事情 有很多人可能会说 说啊 小哥哥 你为什么来 摊这个浑水 我跟大家 说一下 这个事情 其实 我是这样认为的 他做一个非常 非常专业的模特 只要他摔 他自己是不像的 然后第二个 他既然摔了 首先我们是没有办法 去 撤身 处地的 去 我们只能理解 但是没有办法 去感受 我的当时 摔掉的那一瞬间 他的人的状况 是什么样子 当然 作为一个专业的模特 他 他在这么大的 一个国际舞台上 他摔了 的确是 一个失误 那么 他作为一个公众人物的话 一定会有很多 很多的 很多 很多 人去批评他 还有很多网络的喷子 那种战术 还不像腰疼的人 那我们作为他的朋友 这个时候 就再去给他压力 再去批评他 我觉得不是 盼欠托 那么阴阳是要平衡的 天平 是要端端端正的 而且 即便是这样子的话 你看舆论 其实还是 倒到了 一边 就是说 还是 说他不好的居多 对吧 哪怕是可能身边的朋友 都在安慰他 你比如说 就是很多说出来的话 就会被误会 比如说 我说你很棒 非常棒了 那么有很多人 就会把他误解为 那难道不摔跤的人 就不棒了吗 对不起 从来没有说过 不摔跤的人 不棒 只是 觉得这时候 作为他的朋友 应该 多给他一些鼓励 希望大家也不要误会 那么所谓的 不接受反驳 我的意思是想说 如果你要在我这边留言 来骂他的话 那你就出门诱拐 希望大家不要误会 嗯 没有 这新闻这个问题 因为 呃 要天天 上下微博 要关注一下 所以昨天 也很 是单单跟我说的 我也很震惊 我看了一下 因为昨天 最近 进组了之后 生活非常的充实 作息时间 也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睡眠也好多了 每天你们可能看到 我微博下 最后一次上线的时候 真的就是 已经是躺在床上 准备休息 然后不好意思 打个隔 然后 然后 每天都起很早 五点多就起来了 然后就化妆 然后天天拍戏 然后拍戏的时候 人的心情也 也是非常的愉悦 嗯 这个次的剧本不错 角色也还OK 嗯 就是希望戏播出来的时候 大家也可以喜欢 嗯 这个人物要沉默 沉默很沉默 啊 挺好的 然后 还是还是那句话 好好吃饭 好好睡觉 好好读书 嗯 然后希望 这个社会肯定是有 它的阴暗面的 希望这个阴暗面 不要不要影响到大家 大家该干什么 干什么 然后 要积极向上的去 继续的去生活 嗯 然后今天这个 这个直播 从来之前直播 都是安安排的 今天这个直播 是一时兴起 然后等一下呢 我也会把这个直播的 这个记录删掉 然后能看到的 就看到了 看不到了 也就看不了回放了 嗯 就看缘分了 然后 嗯 不耽误大家吃饭 我也再吃两口